所以你企鵝就這樣子吧 所以我們兩個會就... 好可愛喔 好可愛 你今天真的很像企鵝耶 顏色好可愛 你還丟一隻魚是不是 還有一隻魚 那我們翻過來 大概是這樣薄萃的一個顏色 我們現在把這個 那個邊邊也很好吃耶 張建勇你今天每一題都能吃 好開心喔 我每次當主要官都可以這樣多好 不 那你現在蓋著它會不會就軟掉了 不會... 我們現在呢就直接給它這樣 放著給它定型 我另外準備了一個用西瓜 然後搭配這個 兩種西瓜 對...兩種西瓜 然後 我剛剛說那是什麼呢 就是... 西瓜耶 因為顏色上的選擇還是因為 對 顏色上的一個交錯 然後我們再把它做一個炙燒 炙燒 你算是我們這些師傅裡面 西瓜用量最大的 對... 是... 這邊... 這邊你們都被它吸引走了 我的師傅很厲害 沒有 因為我們轉過來只有一顆 我們再轉回去了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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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加料 太棒了 你不要這樣子 因為我沒有這麼現實 好啦 那我們再繼續看 再繼續看 還有這一種 好 這邊已經做到西瓜這邊 我們現在準備再看一下 我到底要... 我到底要... 你不能把... 到底是要怎麼去 怎麼會是誰 你是不是很不後悔 意思是求加老乾媽是吧 對 再加一點那個... 堅果稅 連醬都不是自己做的啊 我覺得你還不要加點那個醬 不知道為什麼 想要缺少了一點誠意嗎 好 可以 我們李師傅說 我們再付一點點青龍膠給大家 對嘛 對嘛 對 他們一個人可以吃兩份嘛 來 杯 請 助理 很多動物都擁有極高的智商 在南極有一種企鵝 被稱之為動物界的不良少年 原因既然是 A 交配之後會不停的毆打伴 B 會出賣身體交換想要的東西 來 兩邊帶開 請討論 1 2 3 A 哇 那就是B了 我現在已經變了要玩這種的 你搞什麼 出賣身體感覺是兩少年 什麼啦 你不能問人類的思維好嗎 你氣得人就這樣 就兩個 他就兩個少 交配完以後就 你自己有想到哪一個 B 4 B 4 是 年輕人因為想這個 對面的 好啊 超兩個好開心喔 超兩個好開心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換個風水 對 好 傻傻的你 來 準備 請 準備 又不一樣喔 會選P 反正我們是選A 對 對 就是兩個 兩個交配完之後 對 就其實不是偶打 因為7的就是這樣子吧 所以我們兩個會這樣 好可愛喔 好可愛 你今天真的很像企鵝 顏色好像 顏色 你還掉了一隻魚 一隻魚 因為我們這個動作 是不是 我們就逆向思考 好 很緊張 很尷尬 好尷尬喔 答案是 B 上隊 上隊逆向思考 為什麼是B 因為我們本來以為是A 為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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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生長在南極的阿德利企鵝 與人類的社會相似 以群體的方式生存 需要收集石頭來建立自己的家園 除了會偷竊其他企鵝的石頭以外 有些雌性的企鵝 甚至會拱起身體 去勾引雄性的企鵝 當雄性企鵝 靠近收到訊息之後 牠就會趕快 雕集一個石頭然後就落跑 這種稱之為 動物賣淫的行為 其實在很多動物上面都會有呈現 也有圖片 所以是母企鵝 這種企鵝是動物界的霸凌高手 幫他們去一個地方捕魚的時候 他們先踢一個同伴下去 真的假的 這個很帥氣是被踢下去的 真的 我們真的是餘人兩克 對 餘人可以吃兩盤 我吃一顆又可以